索爾錘子拿來裝可樂 你光想他這樣帥氣的舉起來 這個可樂很露 他全身都是耶 真的想要講那個秀太隱成 今天起了一個大早去看雷神索爾的雞雞 是艾與雷提 他給你買套餐 我有中的點白包 電影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喜歡套餐耶 這套餐還沒出之前 網路上媒體把它寫得精妙入神 會不會就來看媒體寫的什麼 超帥索爾武器隨手拿著走 這超出的 這杯飲料會不會太霸氣了 你服了 喝飲料有霸氣壞鬥 寶勝 索爾本人都沒有拿過錘子來裝可樂 不是 這 索爾錘子拿來裝可樂 這電影你要看 你光想他這樣 現在這樣帥氣的舉起來 這個可樂很露 他全身都是耶 令我好奇的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飲料到底要怎麼裝進去 我先去買的時候 我就死定的那個員工 看他飲料到底要從哪裡裝 結果他自己直接拿給我 變一杯飲料 然後跟我說 嗯 飲料可以直接從自己裝吧 你回去自己研究一下 中間就來研究他一下 這不有一個蓋子 可是他就打不開 然後現在不管了 反正他就是長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喝飲料 吸管 這麼長 然後就這樣把它插進去 就可以拿著錘子這樣 盤子就是會賦予他 除了一種飲料瓶外的生命 It's me 我們還一直有一個煩惱 我煩惱都很久了 不是停機 他在煩惱 餐巾紙要放哪裡 wow size剛好 高度剛好 斜度剛好 海間巨美觀 感謝這些隱藏以及雷神之鎚 讓他們成為我家的第二個 製衛生紙盒 來給我把它看 媽 我把你的餐巾紙找到 可以放的地方了 我拍丟咧 阿你喜歡嗎 好喜歡喔